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 现在进到我们和风谈判课程第八讲 第八讲前面几讲我们都讲我们出牌 出牌以后人家没有响应怎么办 我们常常讲说是什么原因 他可能没有响应 可能有很多原因 我们先从理论或者一些战术上 我们来探讨一下 因为我们讲说人家没有响应 可能说他没获得授权 可能他生病了 很多理由 我们先从战术上来看 到底谈判的过程应该是长得什么样的 正常理论上是这样的 我出一张牌 对不对 他能接受很好 他不能接受 他又出一张牌 对不对 那我能接受很好 我不能接受 我又出一张牌 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 双方立场逐渐的趋近 为什么趋近呢 其实这个谈判过程就这样的 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 每一次就是说人家假如出牌 我去回应他 或者我去还价 其实都有两种功能 第一种就是教育的功能 告诉他说 我是铁板一块 我不可能让步 也就是说 他今天丢个球给我 对不对 我回他一个球 那我回他球的时候 可能有一种是跟他讲说 我就是铁板一块 你不要尝试 我马上当场的立马 就拒绝他的要求 我的反应非常激烈 我为什么做出 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因为我告诉你 不可能的嘛 所以它是一个教育的效果 另外一个呢 不是教育效果 我是回一个要求 我试着挡挡看 我试探 我看他真要假要 常常有很多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 人家客人或者对方 谈判对手提出要求 好严格 好凶 好强硬 我问你不要紧张 很多时候 人家提出来的要求 他只是试试看 你知道吧 那我们怎么办呢 挡挡看 因为常常很多要求 他提出要求 我挡回去 他就烟消云散了 假的 你知道吧 以前很多同学 跟我讲过 类似的经验 一个同学讲说 这个客户要求说 把合同草案 第三条要拿掉 拿掉呢 于是那么拿掉 没谈成 他们崩了 崩了 破了以后呢 他回来以后 还是把合同草案 有第三条的 还是寄了回去 人家依然签了字 寄回来 那我就问他 那人家反正都要寄回来 当初为什么那么努力 想要拿掉呢 老师 人家总要表示 他努力过 对不对 所以他要求了 我挡回去 他烟消云散了 所以我们挡回去 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我跟你讲 非常斩钉截铁的 断然拒绝 我告诉你 No 这是铁板一块 你别尝试 我不可能答应的 另外一个呢 可能我不是那么 斩钉截铁 我就堆回去以后 我看他的反应 对不对 我丢一些讯息 我试探他 同样的 对方也可能 在试探我们 对不对 他也在传达一些讯息 告诉我说 他到底要些什么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就得学点互动的 出牌回应 中间有些什么技巧 那么如果我出牌之后呢 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 没有任何的响应 那常常同学就问 我还要不要再出 你一听这个问题 你可能直觉讲说 当然不要嘛 因为我出一张牌 我开一百块 一百块他没反应 没反应呢 那我想 哎呀呀 那那那那 九十吧 不行 哎呀 大哥 八十总可以吧 你脑筋想的可能是这个图 但是这个图呢 当然不好 这种叫做垂直的一种让步 它是自己跟自己谈判 一百 九十 八十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讲的 不是 有时候我们刚刚 我们一路讲了一件 谈判战术 有的时候呢 我们是会再出的 比如说先前我们谈过的先破后例 对不对 我开高嘛 他出张牌 我出张牌 他拒绝我 我再出第二张牌 他再拒绝我 我再出第三张牌 这种先破后例 就是他没反应 他说no以后 我再出嘛 那还有的时候 还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 还是要再出呢 再说有的时候 咱们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可能出好几张牌 A案 B案 C案 我可能跟你讲说 王先生 我晓得 ABC三个案呢 距离理想都还有一点差距 可是它代表三个不同的思路 三种不同组合的方式 你们能告诉我 哪一种思路 那你比较能接受 他说A还像个人化 那咱们就A1 A2 A3 往下走嘛 对不对 这个就在试探 这种叫做水平的出牌 他的目的是试探 就是我出张牌嘛 然后他没反应嘛 我再出第二张嘛 他又没反应 我再出第三张嘛 试探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前面问题问什么 就是我们出牌之后 人家完全没有响应 他完全一拳 就是我一拳打在棉花里面之后 那我要不要再出牌呢 传统上 我们可能可能答案是no 因为我们不要自己在那 自己跟自己谈判 你这种思路是对的 可是呢 有的时候 除了这种传统的方法以外 还有别的方法 因为有的时候 我故意先破后利 那我当然要先再出牌嘛 那有的时候呢 我是故意试探 试探 那我当然要出牌嘛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 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看你的战术 看你的战术 可能我们选择再出牌 还有的时候 咱们出牌的方式呢 我表示我让步 我要掌握谈判桌上的权式权 你看 我原来卖个东西 五百块 你们没反应 那我自己降价 好了 四百五了 大哥 我让五十了 你让什么还我 谁跟你讲我让五十了 因为我把五百块摆在桌上 作为一个比较的基准线 你没反应 我自己在玩 我掌握了谈判桌上的权式权 所以你如果为了掌握权式权 你如果为了试探 你如果为了先破后利 你可以再出 可是如果你自己再出牌 变成自己跟自己谈判 自己家那儿降价 这就是谈判的大击 千万要小心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